尽管世界卫生组织认证阿斯利康疫苗安全有效 但全球各国还是不断出现接种疫苗者出现血栓而死的案例 在英国当地政府至今 已经为国人接种了1810万剂阿斯利康疫苗 当中就出现了30宗疑似接种疫苗后引发血栓病例 很不幸的有7人死亡 尽管如此 英国政府认为阿斯利康疫苗力大余弊 因此会继续使用 而在荷兰也有一名60岁女子 在接种阿斯利康新冠疫苗后死亡 为了安全起见 荷兰决定暂停为60岁以下城市接种 另外在澳洲同样有一名男子 接种阿斯利康疫苗后出现血栓纵怨 但澳洲副首席医疗官基德表示 暂时无法证明这名男子出现血栓 是否和接种阿斯利康疫苗有关 因此澳洲药物管理局 决定让阿斯利康疫苗接种计划照跑 这也是非常便宜 是非常便宜 是非常便宜 好